大家好 14点39分了 10月 不是10月对不起 1月2号礼拜日 2022年啊 习惯了说2021年了啊 这个这有一份倡议书啊 又是另一份倡议书 倡议书 各位好邻居 我们为人父母 尚有老的要照顾 下游小的要抚养 疫情目前的形势很严峻 大家都看到了其他小区 昨夜的隔离变迁 劳民伤财啊 不论老人孩子一律去隔离 咱们小区目前是安全的 为了保住咱们这片净土 咱们团结起来 不要购物啊 不让买东西 更不要到大门口收货了 收货就是快递吧 因为这个封小区之后 那个快递小哥也只能送到门口啊 这个除了核酸检测 大家不要出门了 其实这是一个无能的 政府无能 是吧 我们这也没有风啊 我们这你就随便呗 对不对 你带着点口罩 是吧 当然我们这巴塞罗那 要求有那个疫苗护照 就是或者叫疫苗的证明书 你得证明你打过疫苗 否则那个餐厅啊 超市啊 那些便利店 他不让你进去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啊 这个管的没那么严 但是你尽量也不要进去啊 是吧 除了核酸检测 大家不要出门了 政府绝对不会让咱们挨饿 目前咱们共同抗议 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守住保住这片净土吧 不要等到有一天 拉整栋楼的人去异地隔离 现在咱们小区整栋楼啊 得如何如何了啊 好朋友们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 呃 这也是朋友啊 都是粉丝啊 感谢感谢啊 一再要感谢啊 这个有很多粉丝给我发来了东西啊 这个从2020年武汉的时候 呃 还不明显 到后来我粉丝越来越多的时候 大家不断地给我发来东西 到这个去年郑州啊 还有今年这个西安 有大量的粉丝给我发来西安的东西 感谢啊 这有一个名单 应该是确诊者的名单 这个有多少人确诊啊 有多少个小区我先数一下 12小区或者单位啊 1234567890 1112 18个小区或者单位啊 我看一共有多少人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西安航空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64人 有这个光电源 光电源可能是个科技园区啊 69人 有这个朱雀市场 51人 我前天做的节目吧 应该是前天吧 那个那个朱雀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有一个那个林同人吧 不是林同 是魏南的魏南的蒲城的 叫孙强的 那哥们 他呢又回家了 回家之后 他把那个疫情扩散到了 那个蒲城那边去了啊 他是一个卖梨的啊 朱雀市场51个人 然后明德八英里40人啊 这个弥家桥 弥家桥38个人 姓弥 是吧 那个刘备的夫人 有一个弥夫人 是吧 弥烂的弥 前些年啊 好像解放军里边 有一个叫弥镇狱的 好像是个鹰派 有点类似于 最近几年的什么 不叫张昭忠啊 鹰派 戴旭啊 有点类似于那样人 那个人 发表过一些文章 应该是一个军方的情报人员啊 姓弥的啊 还有潘家庄 37个人啊 有华城万象 26个人 凡是这种名字起的 比较洋的 比较洋气的 一般都是中高档的商品房小区啊 还有 长风园啊 这两天我也做那节目了 长风园小区25个人 有南北小张村23个人 有龙城明远22个人 叫龙城的这种很多 回龙观就有个叫龙城花园 叫什么啊 那个小区 在那个13号线地铁的南侧啊 然后有枫叶高层17个人 叫什么什么枫的 这个木字边一个枫 枫叶啊枫树的 你看北京东四环外有一个叫东润风景小区 那个小区我差点在那买房啊 他们是那个天虹集团开发的 天虹集团的有一个老家上海的一个阿姨 财务处的是我邻居 介绍我到那买还能打折 我一看周围有那个大型的一群一群的那个无线店的那个 那个转播塔 我就没买 果不其然 没多久 北京的报纸上登出来了 那个小区有很多人得怪病 他是有辐射的啊 还有夏日景色16人 还有沙景村 沙景村啊 这个16人 你看北京顺义有个村叫沙窝啊 然后昌平有个村叫满景 哎 叫什么什么景的 这地名很多啊 有景的地方 有金地西风公园15人 有续景新港13人 有宏基新城13人 这宏基跟香港的新宏基地产有关系吗 好像是郭德胜家族吧 新宏基啊 不知道 有叫什么紫郡长安的12人 叫紫郡长安的这种小区名 其他的城市也有啊 还有叫瓦胡同小区12人 这名字挺好的 瓦胡同啊 砖瓦房啊 胡同 我算算一共多少人啊 64加69 133加51 184加40 224加38 262加37 299 加26 325 再加25 350 再加23 373 再加22 395 再加17 412 再加16 428 再加16 444 再加一个15 459 再加一个13 472 再加一个13 485 再加一个12 497 最后再来一个12 509人 西安啊 目前 确诊人数应该是509人 不知道是否确切啊 不知道啊 反正我们只能参考 是吧 官方说的准不准 我们也不知道 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